十几万的深顶小福特 有朋友要 我今天给你们找出来了 就是这台 V362B型房车 带一个深顶的效果 车长5341 车宽1998 车高2380 上的蓝牌C本 顶身起来之后可以助人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 下地哭我 2.0T自动挡啊老板 2.0T的脚机器 2019年登记上牌 目前22000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 我们来欣赏一下驾驶室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这样 中间做了一个扶手箱的设计 可以放点小东西 小看到都放满多的 蓝牌C1C2都可以驾驶 你来防车 而且它和别人不一样 这台车有十几度电 有500瓦的太阳能板 然后我们进到车内 首先映入眼睛就是它的厨房 200升的水箱 冰箱空调 有户外厨房 有室内厨房 进到车内 人是可以粘起来的兄弟们 这台车人是可以粘起来的 这个就是它最屌的地方了 我们先看一下车内的情况 然后六座的一个对卡设计 前面两个座 后面两个座 这是四座对卡 方雅区 直接拼成一张两米长 成一米一的一个双人床 这双人座有点有机 单人座 后面也是一个单人床 两两床 你说睡两个人 几个几个也行 然后上面是微波炉储物柜 下面也是储物吊柜 开放是一个洗手间 靠拉帘子的 上面一个槽 看到吗 拉起来是一个圆形的 上面还有一个马桶 便携着马桶 独立的淋浴发洒 上方就是我们的帐篷房了 进入上方的帐篷房 看看这两个人也是没问题的 一米三乘以两米的一个大床 可以看星星看月亮 这些帐子都可以打开 这台车也被用为多用途 房车 在一辆小车5米3的小车里 可以住三张床 太厉害了 而且这里深险如果人不多 它就是一个卡住在这里吃饭喝茶就行 两个人睡上面两个人睡后面都没有问题 这边一个小车电多十几度电家用的扁平空调 柴油暖风机热水气音箱换机扇 什么玩意都有 我们在后面来看一看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这里关上 你把这里关上 这车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储物空间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便宜 便宜 新价比高啊 新价比高就是便宜呗 空调的外机在这里啊 然后外面有一个后爬梯啊 可以上从这里上到二楼去休息 你们看那个二楼了吗 从那里直接给你进去休息了 后门打开后面有储物柜 有行李箱啊 还有这个大床呢 这个床睡觉是可以的啊 一个女同志是完全完全够用啊 前面男同志后面女同志 随便住个行 你要不要上面的身体 其实也都无所谓 我讲句实话 要不要也都无所谓 你身上小车 你住六七个人 我感觉也不在现实啊 但是我没有溜过去 1598 再见